有一个正面人妻先生 他喝醉酒回家之后 吵醒了熟睡中的小孩 随后呢就躺在床上醉了不醒人事了 太太非常的生气 所以就拿起了眼线意 把老公化成了动漫角色 人妖王 而且把照片放到网路上跟大家分享 27号清晨 这名被恶整的先生喝醉回家 不但把十个月大的儿子给吵醒 还醉倒在床上 怎么叫也叫不醒 于是太太很火大 就拿眼线意 把老公化成这副模样 还在手上写着 我对不起老婆 照片PO上脸书 网友频频称赞 还说这招一定要学起来 不过这位正妹人妻也表示 平时就爱和老公互相开玩笑 老公还曾经挤洗手乳 让他刷牙 甚至把酱油水充当冬瓜茶给他喝 这回人妻发威 就看老公洗澡时 还笑不笑得出来 中文新闻李冠志 台北综合报导